今天晚上挖落谁家还不知道 现在我们要去逛逐冬夜市 一年前来过 差不多一年没有来过了 快到了哟 然后经过了这个铁轨 看不清楚 这个逐冬夜市 只有每个礼拜六 才有哦 平时是没有的 所以说要记得哦 然后要来这边的话 开车最好停到外面了 停车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骑车是可以的 看吧 对啊 一个敢骑 一个敢坐 我骑车载她过来的 她比我重二十几公斤 那个美女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其实逐冬市场是我们比较喜欢的一个市场 但是就是因为来这里也比较近嘛 想说随时都可以来 所以反而还没有常常来 她这个条夜市 她有点独特的地方 就是这样一整条 就在桥下面了 然后这一条是很长的 不是一点点长 是很长哦 然后今天我们也不知道吃什么 然后关于到夜市了 就不愁吃了 再看了 再看了 看到处都在排队 要吃什么 不知道 玉米 烤玉米 看吧 排队买玉米 不是排队做核酸 哇 烤肉串 流口血了 流口血了 特加码 打雷了 刚才还在闪电 给大家看一下吧 这就是台湾特有的夜市文化 我们那边也有了 但是没有台湾这么多 没有台湾这么多元化 什么都有 你想吃什么没有 这什么 丢是东山丫头 没有啊 有啊 有打雷啊 对啊 然后台湾就是这样子啊 就是不会受疫情的影响了 该吃该喝 然后我同事他们约我的话 我都会出来 然后这就是放垃圾的地方 看吧 隔一段距离就会有 大家也不会乱丢 麻辣葱 这个可以啊 麻辣鸭血 臭豆腐 蚝啊煎 而且像最著名的夜市有没有 像中立夜市 还有台北那几个夜市 饶河啊什么之类的 是每天都有夜市啊 每天都有 每天都有啊 对啊 像我们那些比较偏远乡辆地方的话 大概一个礼拜也会有 至少都有三次 没有啦 逐都只有一次啊 一个礼拜 有些地方有两次就有三次都有 但是只是说我们新竹这 不只是一个这个夜市啦 还有竹北夜市啊 新浦夜市啊都有啊 对啊对啊 哪里都有 每个乡镇区都有 不过去确实逛夜市 别有一番风味了 我也很喜欢那个逛夜市 它主要是有些美食啊 因为晚上哈 又没那么热 大家都喜欢出来逛 然后提供了这个场所给大家 这样真的很不错 我也很喜欢这种感觉 放松一下 对放松一下 然后回去洗洗就睡了 香酥鸡 不对啊 还有一个名字叫做 豆腐乳鸡啊 豆腐乳鸡我知道 香酥鸡排啦 豆腐乳鸡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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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啤酒啊 配啤酒啊 还有炸的 反正炸的东西都可以拿 配啤酒 我觉得你很喜欢吃炸的 没有是方便 方便 做吃的嘛 嗯 现在要下雨了 我们要去找一个店面来吃 怕待会儿淋雨 走太远了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往前行 看吧 不怕淋雨的 好了 因为要下雨的关系啊 现在我们往别的地方走 今天晚上花落谁家还不知道 啊 好期待哦 肚子有点饿了 竹东车站 这里有一家 那个旧式生活馆了 以前我在这里来吃过 那个青食餐还不错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营业啊 因为是 哎 疫情现在也没有受影响啊 白天应该还有了 改天白天来看一下 然后我们最终决定 就在这个竹东夜市旁边 有一家竹东排骨酥面 他们常常来吃啊 觉得味道还可以了 好了 今天的美食晚餐 就在这里咯 这边可以自己夹餐 那边还得切 酱料 哦 有辣油呢 给你们看一下价格 我点个什么呢 有卤肉饭 哇 还有红油炒手呢 白饭了 没有有卤肉饭 全是年轻人啊 很忙啊 哇 那是什么呀 排骨啊 我点了红油炒手啊 有口水了 这些都是整个玻璃 它是透明的 就是可以给大家看的 不是不可以看的 台湾就是这样 透明化 看起来不错耶 看起来很好吃啊 看起来很好吃啊 好大碗哦 你那是排骨酥面啊 这是我的红油炒手 我今天没有饿啊 因为一直吃啊 好了 吃一颗它就没有了 你吃啊 没关系啊 本来要吃夜市的 结果呢 好 来吃排骨酥面 这家是 那个 看起来 哪有 优雅一下 优雅 这个就是我的红油炒手 但是红油炒手 是四川成都的 是非常富名的 跟生煮的应该不一样 绿红油炒手 你看台湾道具都没有了 也挺 好好喝 那也可以啊 你吃一块我的 吃嘛 你吃嘛 你吃嘛 真的好吃耶 但是牛奶 对啊 谢谢你 就喝点辣 辣辣辣辣 不会辣辣 你拿一个小碗来嘛 再拿叫他拿一个碗 我也要自己去买 不用啊 用湯匙 我当时就好了直接来 好好好 喝点满水 湯匙好吃 但是我也是这个啊 结果它是面哥的啊 嗯 就后来没吃 最佳竹东的排骨酥面 从开店到现在 应该不到两年 我也是喜欢吃面 对不对 应该不到两年 它是一家新店 但是一开生意就非常苦 对对对 它主打就是排骨酥 它的番茄牛也很好 诶它番茄牛也很好 刚才我也拍啊 不要闻闻闻 我吃这个面 你还要这样感情才好 不要闻闻 不要闻闻闻闻闻 哈哈哈 我感情你的嘴嘴 它怕很运 对 我怕很运 对 好辽 想想看嘛 现在整个图好 就你一个男的 男多肉少 对啊 随话因为我都很害怕 哈哈哈 整天都被女人搞 你放心啦 阿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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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会为你负责任 不是不想回去 我很想回去 怎么会不想回去 阿香阿 想阿 你想回去阿 没钱 靠腰 没钱 没钱不是你阿 想家嘛 对阿当然阿 我跟阿丹讲了 如果春节我没有回家 我就跟他去他家 因为他们那边不用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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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真的不是到隔离 他只是慢慢的 会减少 那边是吗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我从台湾到他们 我并不担心 我是担心的是什么 隔离七天了 对阿 西江山了 对阿 对西江山 对西江山 一人增掉 就怕说 你们回去之后 来不来 对回不来 对 引起状况很大 对 对说风就风 对 最近重庆又风了 很多地区都风了 说风就风 对 我们那边对疫情 管控很厉害 那一年疫情刚刚爆发的 不然到底 那个台湾也是在 我妹妹叫我回去 她说过年大家在一起过 比较有团聚的感觉 睡不下 对 然后我当时她一直跟我讲的话 我就是有点心动 我都在看基调嘛 后来我妈跟我打电话 我妈是叫我不要回去 过年太大了 不是 不是 我妈就是有棉味 我妈说 嗯 我们那边变化太大了 对啊 你们那边想要一个 一个确诊 不要说自己确诊 一个你们那边 只要有人确诊 你们就 就是说 全都封掉了 我本来计划的是 你回去吧 在家里面 陪父母 我想象的是 带他们去到处玩 然后有世界 就是每一个地方 我都计划好 有少数民主地区啊那些 然后我也顺便拍了 然后带我妈 顺便去玩 你想象是这样的 我妈告诉我 你想象都是美好的 她说你如果回来了 遇到疫情 遇到封城 你带我出去玩 把我封到外面 我连家都回不了 那不是更惨 对啊 我妈就说你让我 她说你稍微晚一下 她说把今年春节过了 明年春天 稍微晚一点 这样 你们那边现在 居家隔离是怎么算的 没有了 居家三天 然后统一管理是七天 好 然后只要是有 就比如说 就好像他讲 只要有你们 比如说神主好了 有一个人隔离 有一个人确诊 是不是 她的 她住在她附近的一些 小区 全部都分手 那也不是分手 就是保守 就是 其实我们自己是给制补是够的 因为它有 你看那一年 整整一周月 大家光在家里 一生印象 因为大家本身就有 纯纯的概念 你知道吗 纯粉 就是会有纯淺的概念 所以说 台湖有纯淺 你知道吗 大陆人都有纯淺的概念 对 只是有阵子比如说 没办法工作啊 因为现在的疫情 现在的 这种情况不一样 每个地方的国情也不一样 不是说 像以前一样 我买一张机票 说着就着 没那么简单 所以你们都习惯纯淺 对对对 真的 我姐就讲了一句话 还好 我们 像我姐 她也没有纯淺 她只带我一口退而已 她就 买一套 全部用 全款 没有用贷款 全部 对 全款 然后 不管什么都是 她说 最起码 你看那个 她是爆发的时候 每个爆发的时候 每个爆发的时候 她们的土星 吃光光了 好像 台帝只有六万块 是哦 对啊 台帝只有六万块 她们就拼命 你看你这个浪费了 越南 可能越南 越南也一样 像台湾一样 越南 我倒是听说 没什么 没什么那个 好像人数 她们确认 很多 他们 应该是没有在报 没有在报 没有在报 我们是前年 还是前两年 那边不是南部 南部 有吃了很多啊 有吃了很多啊 有 那现在 那你回去安全吗 北部 北部吃还好 你现在回去就完全不隔离了 嗯 这样才很久好多 是比较自由跟方便 嗯 海湾也是啊 海湾现在 没有影响工作啦 台湾现在可能是 你要出国前 就可以出去啊 回来的话 还是要 回来的话要隔离吗 要隔离吗 要隔离吗 要啊 还是七天 还是七天吧 七天居家的就可以了 哦 回台湾是七天居家的 是直接返 返回自己家里吗 对对对 在家里就可以了 直接回家都没有 对 自主隔离 自主隔离就可以了 不用了不用了 像我们那边的话 人民币 你不花一个 一万多没有办法 你这边 之前也是啊 说什么 做什么防疫 就知道要多少钱 不贵 我那个朋友 他是醉醬酒 一天喷酒 已经喷无数次了 然后 结果一样中酒 你女儿是 他说家贼男朋友 就算女儿了 有啊 我们都有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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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第一天 他去的 那你有买保险吗 你有买那个 这个水准器 保险 去年有把 过去的 没 这边也没有 很多人还赚 因为没有买的话 一般都会 你赚多少赚多少 你没有买的保险 就不会去报了 不知道吗 没有 没有 我是说那个 没有 我们报多少钱 我的个人是不要理他 而且我那个装盘 你转意 你不是上班 你知道吗 我是完全转意 你还是上班 哈喽 我现在吃饱了 到家了 洗好澡 准备睡觉了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我在台湾 最频繁的一天 工作之余 大家就相约 逛逛夜市 吃吃小吃 这样快乐的一天 就这样结束了 好了哟 今天这个竹冬夜市 就介绍到这里 虽然今天这个竹冬夜市 拍的不够完整 但是也同样 希望跟大家分享 我们的欢乐 好了 拜拜